常浪一波接一波拍打上岸 绿岛沿岸出现4米高的常浪 22号台东和绿岛的往返船班也暂时停驶 台东刮起强风扬起大片沙沉 整个市区变得雾蒙蒙一片 就连机车也不敌强风被吹倒 风力都会是非常强劲的 尤其我们预测是在兰宇 恒春半岛跟澎湖 甚至可能会有局部12级左右 强阵风出现 23号也是24节气中的双降 就是秋天的最后一个节气 代表冬天即将到来 全台气温也明显下降 受到东北季风持续增强 加上台美台风外围环流影响 迎风面的北台湾整天湿凉 这几天还有可能产生共版效应 今天开始一直到明天 在东北季风跟台风外围环流 双重的位置交汇的这个区域 也就是在台湾移动的海面 云气发展的话会越来越旺盛 由于到明天在台湾东方 我们预计水气会越来越多 双北和宜兰23号晚上开始雨会越来越大 24号25号双北山区 可能会出现豪雨等级以上的降雨 平地也有明显雨势 26号雨势区缓但水气仍然多 迎风面地区仍然会下雨 直到27号雨势才会有缓和迹象 不然这几天北台湾几乎都会是又湿又冷的天气 菲律宾东方远海上还有另一个热带系统正在发展 这块周五有可能成为今年第21号台风康瑞 清台几率气象鼠还要继续观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